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仔 今天我們來玩RAM 插播一下 大家好 我是林仔 現在頻道會維持在24出片 星期六直播 記得按訂閱和鈴鐺 不要錯過我們任何節目 話說近期超頻界講得最火紅火熱的超頻RAM 就一定是HINIX的A DAI 基本上你找到HINIX的A DAI 其實就不太難的 你肯花錢去買的話 基本上6800以上的DDR5 6800 7200 7600 8000 甚至更高的話 都一定是在買HINIX的A DAI出品的東西 但要買到DDR5的6800以上的RAM 差不多要2000元 所以我今天拿著的 並不需要這麼貴的價錢 可能是大約6700元左右 就可以買到一條東西 這是什麼呢? 就是KIV的VALUE RAM 沒錯 是VALUE RAM的DDR5 5600的規格 這個5600並不是我們平常聽到的DDR5 5600 XMP 3100 並不是 這個是JDAT出廠的5600 即是原生5600的RAM DDR5其實都出了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其實直至現在呢 我們這個頻道裡面玩過的DDR5 RAM 其實雖然就不太多 我還有一些RAM都還沒拿出來的 但是呢 比較印象深刻的話 就一定是KIV啦 雖然這個牌子 也在我們頻道裡面出現過不少的次 去年也有玩過它們的4800的VALUE 那一對來說就是有7000 亦都在去年年尾有玩過 KARS XR5 RGB那套的DDR5 6000 但那一套跟我手持現在這一套 就完全是兩套不同的Dai 上一次6000那一套就在用M-Dai 但我這一套就在用A-Dai 亦都是超頻界裡面 最受歡迎的超頻Dai之一 那怎樣才可以保證到你買的RAM會是用A-Dai的呢 其實你買KIV的話 基本上都不是很擔心的 最少保證到你一定是在買HINIX 但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跟SK HINIX是同一個集團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定是用SK HINIX的chip 所以它用M或者A 就看它那批的RAM或者那個螢幕的RAM 是什麼而定 但如果我買其他排列的RAM 相信這個位置會有點麻煩 因為你坊間買到的RAM來講 DDR5 6000 如果你看到CL值比較一樣的Model來講 就一定是Samsung B 如果是DDR5 6000-6600的話 大約應該都會用HINIX M-Dai 通常我見到6800打上的RAM 才有機會用HINIX A-Dai 如果真的不知道 我在買之前怎樣可以確認到呢 後來發現了 很多主機版廠的QVL list的那頁 其實都開始洗了還手了 以往會見到是牌子 Model 然後就這樣跟你說是哪間公司的IC 甚至乎以前是不寫的 但後來發現很多主機版的版廠的QVL list 已經是直接更新了 我這條RAM這個Model是用的什麼Dai 所以你可以在買RAM之前 就看一看原來這條RAM是什麼Dai 然後再選擇買還是不買 其實受惠於Intel第13代的處理器 他們的IMC強化得很重要 基本上現在所有的高頻RAM 都是透過用13代配搭Z790的主機板 才可以達成這麼高的時脈 如果我本身用12代的CPU 又或者是用Z690 或者是B660的主機板 那就不好意思 甚至乎如果你用AMD的AM5 socket的話 其實高頻RAM對你們來說就沒什麼關係 你們這班人可以先 skip 我們先說說這條RAM有什麼特別 其實這條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散熱片 因為這條本身是Value RAM Value RAM是什麼 連XMP都不會有 更加都不會有AMD X-Pro的支援 普通通就像我們平時插DDR4的 32C22或者2666C19那種 DDR5都一樣是有Value的 上次夠超就7000那一條 就是DDR5的4800V 這條就是 JDAC新規格 就是5600 C46的規格 現時市面上DDR5 5600的JDAC的話 以我所知有兩隻的chip已經出了 第一隻就是我手持的這一款 就是Keith用的 HINIX的A-Dye 而第二款就是Micron 5600 但Micron 5600的超頻能力 就相當之力 所以如果你買這些Value RAM的時間 就可以留意它用什麼IC 因為你用這些Value RAM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可以直接看它那個IC 是什麼來的 就不用怕因為有散熱片的遮住 而看不到它是什麼 但是你預料沒有散熱片的時間 可能在超頻的時間散熱那部分 就要多多考慮一下 我手持的這一套就是單面16GB來的 另外一邊就沒事了 所以就可以做買兩條 就可以做回 Dial Channel的32GB 這樣的做法 通常我們這樣超的話 可以超到多少呢 上次7000只是一個夠超 真的拿來拍一拍照就算了 不可以長行到的實驗 但是今次A-Dye的話 我看到很多的牌子 都出了大約是7200 7600 7800 甚至是8000的RAM 去到這麼高超頻能力的話 我用這些KIF 又可以做到什麼效果呢 今次的測試 就用了Intel 13900K 然後用華碩的Maximus Z790 Hero 去做測試 可以試一下這兩條RAM 大約可以做到什麼的地步之下 暈眩 今次的目的 是做暈眩的 如果只要去超它的話 老實說 因為我沒有Z790 Apex 或者比較專門超過RAM的主機板 因為以我所知 他們這條東西 是可以做到9超8000的 但今次我就沒有這麼強勁的主機板 只能用Z790 Hero 去做一做實驗 究竟試一試 這套RAM 可以超到一個 什麼的地步 A few moments later 其實華碩在Z790這一代開始 追加了一個新的功能 就是DDR5專用的 就叫做ASUS Extended Memory Profiles 是專用完全沒有XMP 也沒有AMD X Pro的RAM 讀回他們的Ice 從而透過知道他們的Ice 然後了解他們的特性 自動幫你超頻 這個技術相當無腦 其實以往都有不少的RAM 可以透過技術 由4800超到5200甚至5600的水平 這條有KIFVALUE的DDR5 5600A帶 如果我用AEMP來超的話 其實你按下去 它會有兩個方法讓你選擇 你可以使用5600收低CL 或者是超高頻 如果超高頻的時間 它最快可以超到6800 你想想多麼無腦 我上次按到豬豆 才有7000 Anyway 現在去到Z790的時代 已經是推出AEMP2 AEMP2是相當之屈的 比之前更加兇 受惠於新的CPU 新的晶片組和新的Layout 對於A代的高頻RAM來說 是越整越好超 所以用到AEMP2 都是很無腦感超頻 今次的測試會用AEMP2 然後看看這條RAM 可以在多少情況下 可以平均 其實開AEMP相當之簡單 入到Biles 跟平時開XMP一樣 你只需要按AEMP2 你就可以選擇 行高頻 還是低CL的超法 測試後會慢慢重鎮 轉到6800或5600的低CLB 我試過如果用23690的話 其實它一樣只能開到6800 但有機會因為CPU或主機板的Layout 有機會是不穩定的 所以如果用舊一代的朋友 我建議你大概在6000或6200的位置 慢慢試 但如果用新CPU 新的主機板 就可以越級挑戰在7200或7600的位置 當然7800不是不行的 但我試完之後就一般 因為7800的性能走出來 又反應不到它快得很多 所以我覺得Squid Port 以今代13代的IMC來說 應該是7200至7600是比較完美的 好 經過一連串的測試 其實我開了AEMP2之後 這一套的RAM 在7200的情況下燒過了 也試過在7600的情況下 是可以燒過的 所以其實很簡單的 你用一套 一套是六百多元 六百多元的價錢 兩套只在買 應該是大約DDR5 有些平價的 五千六或者六千RAM的價錢 是可以超多上 七千二或者七千六長限的RAM 這是一個相當高性價比的玩法 也滿足到不少人 我看到很多人都在淘寶 打算追求ADI好超的東西 大哥 想一下 我們有KIF的嘛 所以如果你想找ADI來玩 我看你可以買KIF這一套 來試一試 其實我後來還做多一點實驗 這套RAM正常常有7200 它開AMP 其實都是給了1.25V的電壓 1.25V 如果是Default 1.1V來說 就不是多了很多 但是如果我們要超頻了 開到7600了 想再收多點的CL 應該大約超到1.4 在這個沒有熱聲的情況下 都會頂得住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試試 就算它沒有熱聲 超高頻的電壓 不是太高的話 PMIC已經頂得住了 所以就不用擔心 會不會太高電壓 很容易電死RAM 看著玩 正路都沒什麼問題 其實我試過這套RAM來講 收到第二次和第三次收盡 其實可以超到大約有54.5的Latency 所以這套RAM的超頻能力 或者可以玩的幅度 是相當之大 玩成怎樣 就是看你這塊板和你的表現 這次的影片到這裡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有什麼不懂呢 下面留言問 或者一起分享一下超頻的經驗 就是這樣 拜拜 拜拜